- 多類別預測跟避免過擬核 - 好 那我們就開始上課了 - 我們今天要上的就是 - 多類別預測跟避免過擬核 - 上節課結束的時候 - 我們好像有提到三個問題 - 對不對 明顯嗎 - 第一個問題是過渡擬核問題 - 過渡擬核問題 - 它的問題其實是因為 - 我們現在可以設計任意複雜的預測函數 - 對不對 - 而且我們在上節課最後 - 它那個網路還不只有兩層 - 隨便我們想要幾層就可以了 - 對不對 - 要100層也可以 - 當然啦 - 優化問題好像沒有辦法那麼容易優化 - 所以我們可能只能到 - 就是5到10層這樣子 - 好 - 那因為我們的預測函數是任意複雜 - 所以說這個 - 它很容易就把我們的Data通都背起來了 - 這樣子 - 那這樣子的話 - 在做真正的考試的時候 - 它可能就考不好 - 所以說 - 因為 - 因為 - 就是這個問題就要過渡擬核 - 那這個過渡擬核 - 它其實就是 - 我們要解決它的話 - 我們之前就是我們要去調那個 - 神經元的數量嘛 - 不能太多 - 我們要用Validation Data去調這個 - 就是網路的結構這樣子 - 那所以說 - 過渡擬核問題限制了網路的總參數量 - 也限制了網路的複雜度 - 好 今天我們要主要解決的就是過渡擬核問題 - 但是我們還有其他哪些問題 - 我們再稍微提一下好 - 第二個是T度消失問題 - 記錄消失問題是從我們第二節課開始 - 就一直強調有它的存在 - 那這個東西 - 我們會在第七節課的時候解決 - 那這個東西就是讓網路很難訓練 - 我們現在最多最多好像 - 即使用Aden來訓練的話 - 好像也不能訓練超過10成生的網路 - 那最後這個 - 權重初始化問題 - 這個就是我們 - 我們要把東西丟在哪裡 - 其實點都在哪裡 - 在一個複雜的函數來講 - 丟在哪裡 - 就直接牽涉到我們要用多好的優化手段 - 那如果直接丟在權局機制附近 - 那其實我不用什麼高階的優化技巧 - 那一樣可以找到權局機制嘛對不對 - 那如果離得很遠 - 那你就很辛苦才會找到那個地方嘛 - 所以這個權重初始化問題也是一個問題 - 那權重初始化問題是第八課的時候會解決的 - 那所以說我們今天就是要先講過渡擬核問題 - 然後並且在開始講過渡擬核問題之前 - 我們還要先擴展一下我們的預測函數 - 我們回顧一下我們現在預測函數可以做什麼 - 就input就是一堆數字嘛對不對 - 那這個數字有沒有分類別變相跟連續變相 - 好像都可以 - 反正類別變相就輸入0跟1啊也可以 - 連續變相反而就可以輸入了對不對 - 好可是它output現在有哪些種 - 是不是有線性的 - 線性的可以做嘛對不對 - 然後logic regression output - 那logic regression output是二元類別變相嘛對不對 - 可是類別變相是不是還有多類的 - 多類的我們還沒學到嘛 - 所以我們先稍微學一下多類別的預測要怎麼做這樣子 - 好如果就是你如果仔細看了一下就是MLP - 就是我們的多層感知機啊 - 然後你會發現啊就是它有點限制我們的想像力啦 - 就是這個X就是數值形態 - 你現在X可以輸入一張圖嗎 - 嗯還不行 - 反正之後我們再擴充嘛對不對 - 那中間經過什麼東西好像不是很重要 - 反正我們就是堆疊神經元嘛對不對 - 反正我們也不太清楚我們腦袋裡面 - 就是大腦結構長什麼樣子 - 反正就亂擺 - 好可是現在Y屬性只能是單一連續變相 - 或二元類別變相嘛 -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擴展這樣子 - 那第一個我們做的擴展 - 這個我們就是主要擴展的 - 就是我們要把它變成多類別的預測函數 - 之後我們會做很多各式各樣的擴展 - 舉例來說到了課程的比較後面 - 我們甚至會讓它的output直接是一張圖 - 或者是它的output是物件識別的這個框框 - 就是去框說哪裡是什麼哪裡是什麼 - 所以這個後面我們會改寫很多 - 那我們現在先做一個比較簡單的改寫這樣 - 就是把二元變相變成多類別 - 那這個Y的這個屬性辨識 - 我們回頭看一下這個MLP的這個預測函數 - 這是標準這個logic regression版的這個MLP預測函數 - 好 這邊應該還看得懂吧 - 會不會很難 - 好 還可以齁 - 好 那這個L1 - 這個是第一層的這個 - 先進預測函數 - 它就是把這個X撕進來之後 - 然後乘上個權重 - 然後變成L1 - 那L1經過這個飛行運轉換函數 - 這邊是用REDU啦 - 但是不用REDU也可以 - 但是REDU比較不會有T2消失的問題 - 好 然後變H - H再經過一個W再變L2 - 然後再經過S型函數轉換就出去了 - 好 那這個 - 有一些部分是可以擴展的 - 也就是在這個部分 -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連續堆疊多少層都無所謂 - 在這個部分 - 我會一直堆疊 -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上次就是 - 上次可以從這個2層的多層感知機擴展到 - 任一層的多層感知機的這個過程 - 好 但是 - 但是這個部分就是有點討厭了 - 這個部分 - 這個部分顯然需要做一些改變嘛 - 對不對 假設我們需要用多類 - 假設我們現在有這個 - 就是我們現在有M個類別 -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當然L2這個矩陣 - 我們本來這個L2矩陣是一維的 - 也就是每一個對於每一個Sample - 它都輸出一個數字嘛 - 對不對 - 那如果我們現在有10個類別 - 我當然希望它輸出的是10個類別 - 各自的機率是多少 - 對不對 - 所以這個L2的矩陣就會變成N乘於M - M就是那個類別數 - 那所以從矩陣的角度來講 - 這個是可以擴展的 - 這裡是可以擴展的 - 以前這裡固定會1嘛 - 對不對 - 因為它奧布人成1 - 那現在這裡是可以擴展的 - 那只是說擴展了以後 - 我這樣Sigmoid的Function好像就不太 - 不太適合這樣子 -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改一下這個Function嘛 - 對不對 - 那這樣子的話 - 除了改這個Function以外 - 那當然你可以想見的就是LossFunction - 因為現在我們已經發現一件事了 - 就是LossFunction - 跟這個最終的Function的Output - 它因為要有可以約分的性值 - 所以它必須是成對的 - 所以說這樣子我們其實只要改這個PredictFunction - 跟這個LossFunction - 這樣就可以解決了 - 那我們繼續 - 這個PredictionFunction - 我們把它介紹一下 - 這個叫SoftMax - 這個SoftMax的函數 - 是邏輯式轉換函數的一個多元擴展型態 - 它公式長這樣了 - 如果這樣子你應該是沒有辦法理解它 - 到底你看得懂嗎? - 看不懂是不是? - 好這個函數有個特性 - 就是假設我今天輸入的X - 這個X啊 - 我現在隨便帶一些數字好了 - 這樣比較有感覺 - 就是假設這個X等於C - C就是這個R裡面就是 - 把很多的數字集合在一起 - 假設它現在輸入的數字分別是0 - 負一 - 三 - 二 - 總共四個數字 - 這個東西就是它原始的奧布人 - 那我經過SoftMax - 轉換的函數是怎麼做呢? - 就是 - 所有東西先Exponential - 這就是SoftMax的函數 - 這樣子Output就是告訴我說 - 第一個類別 - 就是它輸入出來的這個值 - 這也是一個連續值 - 這個連續值它可以從- 負無線大到正無線大之間 - 那我要怎麼判斷 - 這個就是第一個類別的幾率 - 這個是第二個類別的幾率 - 第三個類別的幾率 - 第四個類別的幾率 - 經過SoftMax的函數轉換之後 - 第一個類別的幾率是3%- 第二個類別是1%- 第三個類別是69%- 第四個類別是25%- 第四個類別是25%- 他們累加起來 - 一定是1%- 這可以理解吧 - 因為他們的分母是全部加起來 - 所以這個SoftMax的函數啊 - 它其實就長這個樣子 - 它就是它有一個限定 - 就是它的輸入 - 因為它這裡是指數嘛 - 指數的input可以是- 負線道到正無線大 - 那它輸入出來最小值是0 - 最大值是正無線大 - 所以它一定是個正數 - 經過Exponential轉換之後 - 它一定是個正數 - 這個正數把它累加起來 - 分支它 - 所以這個東西加起來一定是8%- 然後每一個 - 會有0%- 不等的大小 - 所以這個SoftMax的函數是- 基於這個而設計出來的 - 這樣 - 他們邏輯思維歸非常像 - 還記得邏輯思維歸長什麼樣子 - 不是 - 邏輯思維歸是這樣吧 - 是 - 如果我們今天有個x等於5 - 那我怎麼計算它的logic - 那個probability output呢 - 是不是1除以- 括號1加上exp-5 - 這個有一點印象吧 - 這個 - 那這個樣子其實可以把它改寫成這個樣子 - exp-5 - 加上exp-5 - 這樣子 - 這樣子 - 這樣之後答案會一模一樣喔 - 所以這個logic regression的式子 - 其實可以透過這種方式改寫成這個樣子 - 這個樣子又可以改成什麼樣子呢 - 把1又改成exp-0 - 這個答案還是一模一樣嘛對不對 - 那所以說其實logic regression就是 - 假設我給一個x序列 - 第一個固定是0 - 第二個假設是5的話 - 然後一樣經過softmax函數轉換 - 就是這一串 - 轉換完之後 - 它出來的這個數值 - 就跟這個數值是一模一樣的 - 所以softmax函數跟logic regression的logistic output - 其實非常非常像 - 其實logic regression output是一個 - 這個第一項固定為0的一個特例 - 它是二類嘛 - 它的那個就是 - 它等於說它的basedline - 它的那個固定 - 它把它固定成0的這樣子 - 它是一個特例這樣子 - 所以它是一個特例這樣子 - 所以這兩個函數其實長得非常非常像 - 那對softmax函數微分 - 微分之後 - 微分的這個過程喔 - 其實我們這裡是沒有特別去解它 - 但是 - 既然它是S型函數的一個特例 - 你就可以想像它解出來的結果 - 應該差不了多少 - 所以大家可以看 - 其實解出來的結果 - 其實還是非常像 - 在某些狀況下是自己稱為0。 並給你自己的樣子 那所以說 他的偏導函數的 就是 他的偏導函數還是相當簡單的 好 那有了這兩個東西之後 是因為Softmax函數我們會預期 就算他的偏導函數我們不知道他是什麼 但是有了這個東西以後 我們就可以預期說 他的output 總和起來是百分之百 然後各個類別的機率多少 這樣未來我們蠻好運用的 好現在有了他以後我現在就是要 設計他的損失函數 把他的損失函數長這樣 他的 以前他損失函數 我們先看一下他 偏微分之後的結果就是有一個很討厭的部分 這個就是T度消失的兇手 所以我們的損失函數鐵定就是 要想辦法把這個東西預約掉 那怎麼樣把這個東西 預約掉你需要把分母 放個這個東西嗎 那還記得什麼東西的導函數 會把東西變到分母去嗎 是不是log 對數 對數函數會把這個 微分之後會把這個東西把它移到這個 就是 這個 這個分母項這樣子 所以說 mlog loss 這是一個 專門匹配這個Softmax函數的 一個loss function 他的這個loss function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負然後這個sigma yi 乘上log pi 這個這個函數 我們來稍微解構一下 當y等於1的時候 y要嗎 就0要嗎 就1嘛 就是看你命中哪個類比 當y等於1的時候 我是不是希望p越接近1越好 因為p接近1的時候 這整體就會是0 那負0呢當然是一個 這個 這個當然是一個很小的數字 那如果今天p如果 很接近0 他如果y等於1的時候 他很接近0的時候 那這樣子的話 他不就是一個 負很大的數字嗎 那這樣負號 他不就是一個正很大的數字 所以他的最小值 當y等於1的時候 他的最小值就是p等於1嘛 對不對 那當y等於0的時候 y等於0的時候 這個部分 y等於0的時候 這項就不看了 這樣可以吧 所以 這個 mlog loss 這個 function 就是他 他就比較特別的一點是 他只看y等於1的狀況 y等於0他就不看了 可是因為每一個 每一個sample 他總是有一個1的地方 對不對 每一個sample 他假設有五個類別讓他選好了 他五個類別總要有一個1 對不對 這跟logic regression 不一樣 logic regression 是有些sample他的y是0 有些sample他的y是1 所以針對0 我要特別設計一個東西給他 可是對於Softmax 這個函數的應用情境是 每一個 假設我要預測五類別 那他就是要預測五個數字出來 五個數字出來 這五個數字總要有一個1 不然他總不會每個類別都不是 對不對 所以說他只看 正向的部分 然後把t2傳回去 好這個東西他的微分 這個微分很容易就求到了 因為這個y是固定的係數 我們對p微分的話 那就是把log 把這個p分之1 所以這個是很容易理解 這樣可以吧 好 那p是什麼東西呢 p就是Softmax 轉換出來的結果 就把xi丟進Softmax函數就會產生p 這跟丟進s function產生p 這意思差不多 然後loss是mloglossy跟p 那所以如果我們對loss求x的微分 這就是兩個函數的組合 這個p可以換成Softmax裡面的這個 那我們就先對這個mlogloss 函數求p的微分 再乘上 這個對p求x的微分 這是連鎖率的應用 可以理解齁 好 那對這個東西求微分 我們剛剛是不是求過了 就是這個玩意 就是這個玩意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玩意就先出來了 那這一個函數的微分呢 這個函數的微分 對p求微分 就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就是前面這裡 1-p的部分 1-p的部分 另外的部分就是0-p的部分 所以在這裡 會有兩個part 第一個是1-p的部分 1-p的部分只會有自己 只會有這個p乘1-p的部分 只會有自己 就當i等於j的狀況下 當i不等於j的時候 我們要把所有的東西加起來 就是0-p的部分 好 那我們把這些事做一個 就是做一個整理好了 做個整理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p跟p可以約分約掉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 這樣就乾淨了很多 現在這一步到這一步 不會有問題 這一步到這一步 只是把p約掉 對喔 把p約掉 好 那這一步 這個是不是可以把-0-p 那不是他媽的就是-p嗎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負號變加號 可以吧 負號變加號 負號變加號過來 那是不是就是yp加yp 這裡就是加yp 那加yp 這裡 是不是可以透過一些整合 一樣 這個是負y對吧 負y 再加yp 所以這邊又有個加yp 對吧 所以就是負y加yp 再加上i不等於j的時候 也是yp 這裡是什麼 這裡就是i等於j嘛 這裡是i不等於j 那不就是全部了嗎 所以這兩項可以加在一起 就是 1到m 假設你有m個類別的話 因為 相等的時候 相等一次 然後不相等的時候 你把這兩個加起來 就是全部了嘛 對不對 所以就1加到全部 那這兩個加起來之後 這兩個加起來之後 它事實上就可以換成 1-p 就是 它就等於把這個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y在 只有在某一個時期 它是1 這m個裡面 它只有一個時間 它是1 剩下都是0 所以這裡 看起來好像是加了5次 實際上就是一個p而已 因為其他 因為它是 0乘以p加上0乘以p加0 加上1乘以p 只有一個1 因為它softmax的那個 y它只有 它所有的序列裡面 只有一個是1 剩下都是0 好看喔 好像有點 有點眼神魔幻戰的感覺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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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softmax 是不是有兩個 條件 一個條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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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等於i的時候 就是這裡 這裡我要對xj為分 我要對xi為分 那這個xj 我要對每一項都要為分啊 其實為什麼兩個條件 是可以在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對這裡也要為分 對這裡也要為分啊 所以這個 對這個 這個東西對這個圖為分 它其實是有好多項 我必須把它加起來 因為我的loss是把它們全部加起來 所以 它這個微分完之後 結果在這裡 其實就是這一項 所以 這個 負號是繼承這個負號來的 這兩個是一樣的 那這裡為什麼要sigma 是因為它還有好幾個 i不等於 i等於j 這裡就只有一個i等於j的狀況 i等於j 只有一項 只有一次的可能性 對不對 所以這裡就沒有寫sigma 那 所以其實它這裡 本來也要寫sigma 就在這個y之前 本來也要寫sigma 只是i等於j 但是i等於j 只有一個停換嘛 對不對所以就不寫了 那這裡是i不等於j 所以它其實本來是一個式子 只是 因為他們後半段不一樣 所以我們把它拆在兩邊 只是他們約分約約之後 最後居然長一樣了 所以又可以合起來 就是1到m 那只是因為這個y啊 它只有在 它只有一個式子 它只有一個式子 剩下的通路都是0 所以說 這個p當然就只加了一次啊 所以就是-yj 減掉pj 所以就等於pj減掉yj 是y會 y y在這裡 它y有好多個 y這裡是yi喔 這裡是yj喔 yj跟yi不一樣 大家都會注意到 yi在這裡 yj在這裡 因為對於j等於i i等於j的時候 這裡其實是i啦 但是我又對j為分了 對不對 但是 等於可以想要很重 我現在對第二項為分 對第二項為分 對第二項為分 對第二項為分的時候 當它 那就是第二個y 這是第一個y 第三個y 第四個y 這樣子 這樣為分 那為分出來結果 因為到這裡 我雖然不知道它是哪一項 是1 但是它這樣就是有項是1 剩下都是0 對不對 所以它就是 這邊就可以整合成一個p 所以就變p-y 而且一定是pj 為什麼 因為這裡為分出來都是pj嘛 對不對 注意這裡 這裡這個底線這個符號j跟io 就千萬不要搞混 對不對 我們是對j為分 但是 對每一項 對每一項我都要為分 不是只要為分一次而已 注意在這裡 我也是對 我是對第i項為分 但裡面的j我通通都要為分 這樣子 這樣可以理要解嗎 好 所以它的 對這個loss求x的為分 那它又是p-j 那這不是跟logic regression的 對兩個連鎖的這個微分 不是又一樣了嗎 對不對 那這樣子 所以就不會有t度不見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 我們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就可以從這邊開始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練習 這個練習就是我們先用這個IRS 這是一個淵尾花會數據集的 那這個好像上學上課就有用過了吧 對不對 上學上課有用過 那它是這個 Edgar Anderson 他從這個 就是加拿大收集的這個淵尾 淵尾鼠花朵的這個 就是提取了這些information 那這個information 這個database 它包含150個樣本 然後包括三個雅鼠 分別是山淵尾 變色淵尾和維吉尼亞淵尾 那總共四個特徵 被用作樣本的定量分析 分別是花耳花瓣的長度還有寬度 所以就有花耳長度花耳寬度 花瓣長度花瓣寬度 我們用這四個值去預測 它是哪一個類別的 A條 好那怎麼做咧 我們已經學會MLP了嘛 對不對 但這個 MLP就是 我們現在來把這個MLP 把它放進這個就是我們的 我們把Softmax把它放進我們的這個多層 多層隱藏層的這個MLP函數 這個就是我們的練習體 阿我們的 這個 我們的這個 我們要怎麼把它Y做編碼呢 大家要這麼做 然後我們先把這個IRS這個data 把它叫進來 我們用這個方式 可以把IRS的data叫進來 這樣我就有IRS這個data了 好但是它的X是什麼咧 它的X在這裡 我們把它貼到這裡好了 好它的X就是 每一朵花的這個花瓣長度 花瓣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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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那它的Y咧 它的Y是 這一朵花是 是第一個類別的 這一朵花也是第一個類別的 它編碼方式長這樣 從這一朵開始 這一朵花就第二個類別 這一朵花是第二個類別 然後這一朵開始就是第三個類別 好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用這一組數據 去預測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 這是我們上次上課 就是我們上次最後上課的這個 多層的 多層隱藏層的MLB函數 那 我們把畫圖的部分移除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的那個 X總共有四個維度嘛 那我們不可能畫出四維的圖形 所以我們就不畫圖了 我們只做求解這樣子 那 這個 並且能夠讓它做到多類別的預測 好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就把它複製下來 好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要改的部分喔 我們我們要把它改成什麼部分呢 我們先把 畫圖的部分 欸畫圖 喔這個實質有LOS LOS可以留著 好我們現在要改它 好看一下我們答案有沒有那個 就是有沒有給那個公式的提示 直接給答案喔 他媽的 這是 居然沒有給公式 沒有給公式 就要用前面抄啦 好那我們 那我們不要就是 不要為難大家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答案好了 好答案 答案其實 就是只有這裡 這個地方有差啦 就是 這個 我們先把這個函數貼過來 好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不要貼好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差別在哪裡 好 我們現在幹嘛要用S function 我們現在幹嘛要用S function 我來看一下好了 這個 這邊 我怎麼連自己都看不太懂 S function S function 是logistic output 我幹嘛要S function 我中間有用到S function嗎 如果我Number of Raw 如果我Number of Raw 我中間在Predict的時候 這邊還在產生這個數據 好 Current L H H H先用RELU function嗎 欸我這邊還是有用S function 我怎麼會用S function啊 這個S function 就還是那個 function啊 我怎麼不用Softmax function 我來看一下好了 我到底在幹嘛 我來看一下好了 這個答案好像有錯啊 這個答案好像有錯啊 欸不不我先貼一下這個答案好了 我先不要說他有錯啊 搞不好是 搞不好我 我就是 搞不好是沒有錯的 好 我們先把它複製貼上 好複製貼上之後 我們用 我們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Predict的 Predict的 Predict的 函數嘛 好那 這兩個我們都先執行好了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我們要檢驗他對不對 我們就是看他輸出來 是不是加起來的 已經就知道了 好我們現在來 我們現在來隨機抽100個 我們來試試看 好 這是我們Training Training Sequence 我們Training的X是 這些 然後Test的X是這些 好 然後我們來 我們來取得一下權重 他還是可以訓練的 但是我們其實也搞不太清楚 這個WList是不是對的 我們把它拿來Predict的 我們看一下這個PredictY 這個PredictY加起來有百分之百 有百分之百嗎 我來看一下好了 欸沒有 好 所以果然有問題 這個 我們這個函數有問題 不過 問題也不大 就是我們其實 我們的Output 其實不是S Function 是Soft Max Function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S Function改成Soft Max Function 那這個Soft Max Function 進來以後 其實應該是要把這個 這個X 這個X 為了避免它 就是出現這個 就是 呃就是 我們就要這個X 進來了以後 對不對 我們應該是要對它 Return 這個 EXP X 然後除以SUM EXP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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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把這些刪掉 這樣我回去要改一下答案 改一下講義上的答案 那把這些刪掉 我們現在改了softmax function之後 我這邊怎麼還是ce function 這是在算Loss Loss怎麼可以這樣算 Loss這樣我就要算mlog loss function mlog loss function mlog loss function 就是把O跟Y 就是組合在一起算 那我們的mlog function mlog loss function 應該是 Y 橙上log O 然後再把它全部加起來 不過全部加起來之後 應該還要加上 負的這個 1除以 Lens N 因為現在是一個矩陣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跟我們前面這個一樣 負 1到m 然後y 乘以 這個是導函數 這個我是直接把它加起來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給他一個分數 這個無所謂 這個那我就 那我就不給了 就個負號就好了 反正就是 這個是平移而已 好 那有了這個玩意以後啊 我應該還有一些地方要改吧 softmax function mlog loss function 那gradient 這個就是求導函數嘛 gradientO 這個也要改 他這個改起來就複雜了 這個改起來就複雜了 那我們可以直接給他 但是我們可以直接偷這個結果 就是反正我們mlog loss 跟這個 就是這個softmax 是要 是要組合在一起用了嘛 所以我們這裡可以直接把它改成 gradientS function 然後我們從O開始 不要從gradientO開始 在這裡 我們把它改成O跟Y 那我們就標這個 那這樣這個會 這個會什麼咧 這樣就會變成 O-Y吧 就是O-Y 好這樣 這樣他的輸出就是O-Y 這個 這個不要叫改S 這個就是 gradientSoft Maxout 改了這兩步以後啊 那後面就 後面就比較簡單了 後面就是 我剛剛用S function的部分 我剛剛用S function的部分 是在做這裡的時候 我本來是用S function 我就要改成Softmax function 然後接著 CE function的話 我就要把它改成 mlog loss function 這邊可以 這邊可以理解喔 這邊 這邊等一下我要存一下 畢竟這個 可能要改講義啊 呵呵呵 這個 那這個 這一個 我在計算這個 gradient的時候 我本來是先計算 gradientO 然後我現在把 gradientO直接拿掉 所以 我們在計算 gradientO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 我們就不計算 gradientO 我們直接計算 gradientSoftmax 然後我們把 這一項 然後這個Y的話 應該是 計算 這個 這個 這個Y應該是一個 這個Y應該是一個矩陣 這個Y 對這個Y應該是一個矩陣 欸 我的這個Input也太鳥了吧 我這個Input 居然不是一個矩陣 是X X跟 X1跟X2 還是用X1跟X2來預測的 Y Y Y 怎麼會是用 不管啦 我先這樣改好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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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們看到影片的時候 這個講義就會改好了 這個 嘿嘿 好 這個 這個東西它就變成它了 我們就不求 我們就直接求這個 這個 L的Soft L的這個gradient 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理論上它應該 呃 這個是 Deep Training的function 嗎 Deep Training 我那個Predict Fun 喔 我改錯個了 我 我就想改到 我看一下這個 欸 欸 這裡有改 所以我這裡 我來看一下好了 我這裡 喔 我不好意思 我的答案是對的啦 我的答案只有一個地方錯的 就這裡是錯的啦 好 我改一下 我改一下好了 我剛剛把所有的這個都改掉了 我 這個是 這個是原來要給我們改的程式嘛 這個 這個 我剛剛等於是做了一個順序啊 就是 好那不管啊 我們就Based on這個去改下去好了 反正我們都 改到一半了嘛 對不對 好 所以 所以 所以這樣子的話 應該 最後就會改完了 最後 我就會 欸 算了算了 我還是改這個好了 我這樣子 我這樣要改太多了 就是 我其實這邊 錯的只有一個地方 就是我應該換成softmax function 我這裡其實已經改成mloclose function 這樣子 那 我接著 我在gradientOS這邊沒有問題嘛 這邊就是用我剛剛操作的技巧 就是在 這裡的時候 我直接就讓他gradientO O跟S的 function 好然後 只是 我 現在 我現在在predict的時候 我一樣這裡要改成softmax function 然後我在 做預測的時候 我這邊S function 都要改成softmax function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我的 其實只有錯一點點 沒有 沒有我錯 沒有我想中演中 好 再來一次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要答案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 我們的data input 好我們現在就可以求了 好在這個部分 我們是把sample分成training跟testing 這個就是抽一段 抽一百個sample出來 這個沒有什麼 好接著我們取得權重 好這個wlist就是我們取得的權重 我們看一下他是什麼 什麼都沒有 怎麼會這樣子 我剛剛動了這個之後 有這麼 有這麼嚴重的影響嗎 我先不要讓他那麼多代 我第一代 我第一代總的東西吧 這個時候還是有的 那他可能t度 他可能t度 他可能t度 他可能就是 他可能t度的問題 我們把學習率再改小一點好了 這個 這樣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那個 這樣完全沒有學到 再一次 這個loss 學一學就停下來了 這個說明我們優化沒有做很好的優化 我們這邊改SGD好了 SGD會不會好一點 看起來還是 看起來沒有非常好 我們這邊是改了什麼東西 讓他 這邊SoftmaxX SoftmaxX 這裡在優化的時候 所以剛剛反而是可以WALK的 然後現在反而不可以WALK 好來仔細研究一下 Softmax Softmax output沒有問題 我知道了這邊不是長這樣子 這個是 這個是 因為他的X是一個X矩陣 對不對 我並不是要把所有的東西 這個output不是我想要的 我應該要用 這個 我應該先產 我應該是對每一個RAW做這件事情 我對每一個RAW這件事情 哇那這個函數有點難寫 這函數要 apply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我們等一下稍微 學習一下你就知道 這函數長怎麼樣了 這個函數是 我把X放進去之後 然後我要對他進行的function 就是這個X輸入進來之後 然後 我們這邊 對他的RAW 對每個RAW做Softmax 對每個RAW做Softmax 的話 這邊中間就是 添入微量的數字 好這邊不要X好了 這邊用I來代替 這樣等一下大家比較容易了解 這個東西在做什麼 好 那這個就是把東西丟進來 然後他就做Softmax 然後output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才等於 out 然後我們把out把它出來 Softmax函數應該長這樣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大家可能看不太懂 那這時候我們來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效果 就假設我們現在有個X 有一個 有一個 X matrix 這X matrix X M X matrix它等於 Matrix 這個1到9 NROW等於3 NCOL等於3 好這個X matrix 它本來是長成這個樣子 那如果我們把它經過 我們版本的Softmax function 現在這個版本的Softmax function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好他就是保證 他居然加成這個樣子 所以他還要再一個T 好他這樣就保證了每一個RAW都是 加起來都是百分之百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X matrix 稍微改個數字好了 這樣讓你比較有感覺 主要是說我們第三個 第三個RAW 第一個他人把它改成20 好這個X matrix現在改成這樣 好那我們現在再做一次這個Softmax的X 原來把X 喔這裡變成幾乎百分之百 因為這裡20 很大 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那其他的就沒有變 好所以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我們現在的Softmax 我們剛剛的Softmax function 寫錯了 現在我們這個改成了 一個正式版本的Softmax function 那我們這裡一樣再改成這個 我們在Predict的時候 我們一樣也用新的Softmax function 好這樣子的話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我們再 再Source一次 我們再執行一次 我們現在就1000代吧 不要管它了 好這個就優化到底了嘛 對不對 這樣非常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WList 我們的WList 這是我們的權重 但是我們不會用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用Predict function 這個怎麼Predict呢 就是 最開始的這些東西 乘上這個矩陣 然後再經過RELU 再乘上這個矩陣 再RELU 再乘上第三個矩陣 再RELU 再乘上第四個矩陣 然後接著就是Softmax出去 所以我們來用它Predict一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Predict的結果 好這個Predict的結果 就是我們剛剛要那個 它全部加起來絕對都是百分之百 不信我們隨便看一個RELU來看看 上 好第二個百分之百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嘛 好所以其實剛剛跟剛剛的那個函數錯齁 為什麼剛剛那個就是答案錯了 但是它還算出來 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們的T度是沒有錯的 就是我們在這個程式碼這邊答案的時候 我們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 這裡是錯了 但是 等到時候我就會把它改好了 這樣子 我們錯是錯在這個Soutput是錯的 可是我們的Gradient 並沒有算錯 我們Gradient還是用這個 Mlogloss的這個結果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最後推導出來的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好 所以這個問題比較小 這樣子 好那我們把這個PredictY 我們要怎麼去求得 就是它跟真實的這個結果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 MaxColon 它可以告訴我說 哪一個 就是哪一個 每一個Raw它最大值在哪裡 這實際上就是 收最大機率在哪裡 這幾個類別 那這個東西我們可以跟TestY做個比較 那我們做個比較 我們來看一下 比方發現之後 我們的準確率還蠻高的 這個就是 預測是1 結果也是1 預測是2 結果也是2 結果也是3 那我們只有這邊兩個出錯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可以發現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這個MLP Function 我們現在新版的這個MLP Function 是Walk的 好 那之後 那個就是 之後我會把這個講義上的這個 這個 就是答案改成這個正確的答案 這樣子 好 那這個 所以這個多類別 預測函數 嗯 雖然我們中間發生了一點事故 但是其實 難度不是特別高吧 你可以了解 它其實跟Logic regression 沒有什麼不一樣 至少 就算程式不會寫 從邏輯上 也是可以 理解它的 這樣子 好 那下一個 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之後 我們的課程就是 我們在中間的過程 我們不管 就是中間的過程 反而就是很複雜的 這些矩陣運算 對不對 但最後的這個部分 我們是要好好 精心設計 我們之後會學到很多 精心設計的例子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要遇到 一個問題是 我們第三節課中 我們學到了一個 一個人叫小P量T度下降法 它主要的優點是透過每次抽樣造成的便利 讓我們避免我們陷入局部集職 對吧 而且它還有一個效果 就是 它可以讓我們邊界化的不再那麼的銳利 而是比較模糊的 對吧 這跟它有印象吧 好 所以這樣看起來一件事情 增加便利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 就是 因為 就是它可以讓它不這麼完美 對不對 不完美有時候是好的 就是 學個rough這樣子 好 所以說 我們現在有沒有 我們現在問題是 我們有沒有可能再進一步的增加便利 我們 就是 隨機抽樣這個已經很不錯 但畢竟還是那些玩意 對不對 我們再經過增加一些便利 那我們這次把腦筋直接動到現有的資料上 就是 還記得我們之前在MLP 在面對增加雜訊的資料的時候 表現就會變差 並且 非常容易過度擬核 那我們再給它多一點 雜訊 會不會它就 我們給它一些 或是我們給它小批量 小批量本身就是一種雜訊嘛 它就會 學的比較rough 我們再給它更多雜訊 會不會又讓模型變得更強壯 答案當然是會的啦 我們來試試看嘛 好不好 這個手法叫資料擴增 這個幾乎不用什麼 數學技巧 雖然我們一直講 深度學習是數學 對不對 但是它裡面又有一些 不太數學的成分 像這個就是 也就是我們故意把我們 data 原始資料再增加一點誤差 這樣它其實就可以這個 就是 就讓它模型又更強壯這樣子 好 資料擴增了程式碼很簡單 重點就是 資料要進去訓練之前 要做一些前處理 好這是 前幾節課的程式碼 但是我們增加一些新的功能 在哪裡 這個是一個二元的 二元的這個 output 這跟我們剛剛 剛剛是多類別的 那個 MLP function 現在是 又回到二元的 MLP function 因為二元的我們才有辦法畫圖 這樣比較容易看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我們只改在哪裡 其實這跟之前的非常像 只改在這裡 也就是我們在抽樣上來的時候 我們抽上來的時候 XMatrix XMatrix 把IDX抽上來 抽上來之後變 New的XMatrix 對不對 我們給它增加一些 給它增加一些雜訊 NORM 這就是給它增加一些 NORM是一個 隨機產生一些 隨機產生一些數字 這就是一些隨機數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 然後 這個NORM有一個重要的參數 就是SD 然後SD NORM10 然後SD SD等於0.001的話 你會發現它產生出來的 Noise就很少 幾乎都是10的 -4次方以下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產生 我們這邊給它5的話 你會發現它產生出來的雜訊就很大 好 所以這個 這個參數就是控制雜訊的東西 那如果我們的 它SD是0 就是完全沒有雜訊 加0就是完全沒有雜訊 所以 這裡就是這個New的XMatrix 就是我們對這個 我們的X增加一些雜訊 就是我們隨機給它可以擾動 那不是 就要花 就要說以這個花半長度 花二長度的話 我們就隨機給它 正負加上正負一 這個數字這樣 那Y是不動的 注意Y是不動的 好 那接著我們在做這個 這個IDX是抽Bench 這個可以理解吧 這個抽Bench 好 接著我們在做T度下降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是把New的X跟New的Y 然後把它放進去 New的X New的Y 好 所以其實整個東西 要改的地方只有這裡 就是做Arcumentation 只有改這裡 剩下部分跟之前一模一樣 好 那我們把它複製貼上 那我們就做個實驗吧 複製貼上 這個 這個東西我決定存下來 這個避免 因為這是 這個是 這個 correct function 避免我到時候誤刪它 這樣子 它應該是可以刪掉了 好 那我們 那我們把它放過來 好 注意 這個是一個新版的 新版的 就是 新版就是有Argmentation的 這個 這個 MLP 這樣子 好那我們做個實驗吧 我們使用這個資料來做擴增 好 這就是一個 這就是一個有雜訊的資料 我們之前就常用這個 用這個 就是 隨機產生一些數字來做 做這個預測 好那我們來 第一個 第一個 現在這個東西 注意看這個攤數喔 這個 現在 Argmentation等於0 就是代表完全沒有資料擴增 對不對 我們來先看一下 完全沒有資料擴增的 實驗結果 好大家可以看到嗎 Training的Accuracy是19% Testing的Accuracy是19% Testing的Accuracy是19% 他切割的邊界 切割的是不是看起來 0099還蠻多的 好那我們再給他一些 在這裡我們貼上來 這裡Argmentation是0.3 我們來試一下 好我們這邊直接改0.3好了 好我們注意到 Testing的Accuracy上升啦 Training的Accuracy下降啦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再改大一點好了 如果加個這個 誤差值 這超簡單的 對不對 這一點都不難 再給他多一點誤差值 給他0.8 0.8 這裡0.8 連Training都學不好 好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其實 加雜訊有什麼好處 加雜訊的好處 是我可以讓Training 跟Testing非常非常接近 可是雜訊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他連Training都學不好 對不對 當然這個 所以加這個雜訊 可以幫助我們什麼事情 欸 這兩個差很多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過度 Overfitting 就是他把考古題都背起來了 對不對 可是大家再看一下 我們這個實驗節目 當我們完全不給 雜訊的時候 他 Overfitting的程度 是差4% 當我們給一點點雜訊的時候 他這裡下降一點 當然這個就上升了 為什麼 因為他學的更為就是 他真的有抓到那些真正重要的pattern 這樣大家懂意思嗎 他不重要的pattern就是沒抓了 那在這裡呢 在這裡他就 他就 因為整個都太模糊了 他等於是在亂採 因為雜訊太多了 他也不知道 他常常學錯 所以這個雜訊給的太多也不好 所以這個是什麼一件事情 就是 Argumentation 有個好處 就是 雖然他不見得會讓我們的網路變準 但是他至少可以解決過渡你的問題 你又給他一定程度的雜訊之後 至少 這個考古題的 考古題的這個結果 就不太會 就是沒有辦法repeat在 這個現實世界這樣子 所以這個 就是Argumentation 這個方法 既簡單粗暴又有效 對不對 這個過渡你的問題 聽起來好像很麻煩 但是這個Argumentation實在是太簡單 這個加雜訊你也會 對不對 你覺得蠻簡單的吧 對不對 我只是在 我只是在每次bench抽上來的時候 給他加一點 Noise 這樣子就覺得很好 那我們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從課程開始到現在 我們現在所有遇到的分類問題 各類別的樣本都很平衡 很平衡就是 正樣本就50% 副樣本就50% 那 可是這世界中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這世界中 如果我們現在要判斷 一個人是不是有得病 通常 有病的人都很少 對不對 高血壓 升級率已經很高了 這通常也就只有百分之幾十而已 也不可能 平衡也是非常困難的事啊 更何況大部分的疾病 這個 是非常非常罕見的 這樣子 我們說 我們可能百分之一以上的 就叫常見疾病 這樣 好 那我們來試試 類別極度不平衡的問題 就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來試一下 就是 我們用一樣的 function 這個 function 完全沒有改 但是我們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把 我們產生 data的時候 我們現在的 data y 我們把 我們看一下這個 y的分佈好了 table y 他現在是 180個force 20個true 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在training 我們這邊 augmentation先設0好了 我們在training一下 你覺得他準嗎 太準很準對不對 92%的 94% 看起來蠻準的 可是這個時候 遇到了一個問題 這個準 這個真的準 你注意一下 你仔細看一下 中間其實有些藍 實際 這個 這個東西 我們中間 應該是要有一個 藍色的圓圈的 中間 就是這其實是 紅色應該是一個圈 甜甜圈狀的 中間應該是藍色的 但是他為什麼中間 有些藍色他就忽略了 原因很簡單 就是 Egony人是很聰明的 就今天假設我的樣本 我給他訓練的裡面 有99% 各位想一下 我現在要 教你們到路上去認 這個人是壞人還是好人 你要從他的面向判斷 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基本上 你學都不想學 你會說 這是好人 每個都是好人 這樣準確度多少 99%以上 Egony人是很聰明的 他很容易 他就全部都猜 是好人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他全部都猜紅球就好了 所以這個accuracy這個指標不好 這樣知道嗎 所以你看一下 cross table的結果 這個是cross table的結果 這個是table list 我們看一下 你發現這件什麼事 這個是左邊的是 左邊的是 預測值 左邊的是這個 預測值 你看他幾乎都 預測是false 他只有很少 預測是true 對不對 這樣他當然準 他什麼都猜 尤其是testing的 他200個樣本裡面 他199個都預測是 好人欸 對不對 他等於沒有學到 所以說 其實他不準 這樣懂 意思嗎 所以其實 這不叫預測正確 MNLP幾乎 預測所有樣本 都是紅色的 對不對 在樣本極度不平衡的狀況下 我們其實不能夠用accuracy 跟這個指標 我們應該要用 敏感度跟特異度做指標 為什麼 因為敏感度是 有病的人 沒有檢測出有病的機率 沒病的人 沒有檢測出沒病的機率 對吧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在testing的 測試期的敏感度是 13分之3 等於21 23% 特異度是187分之187 100% 所以有的指標叫 平衡精確度 balance accuracy 他其實就是這兩個的平均 叫做61.5% 所以我們現在換個目標好了 我們現在想要 盡可能的去提升平衡精確度的指 並且我們把這個 這個function 他的output 改成這個平衡精確度 當做output 這樣我們比較容易看嘛 對不對 好這怎麼改勒 欸 你可不可以稍微想一下 你覺得怎麼改比較好 好啦 雖然不要挑戰你們了 我們直接講 我們直接講好了 這個講法很簡單 就是 你會發現 正樣本為什麼不好學 是因為他很稀有 他很稀有 所以說全T2在更新的時候 他只 注重負向的樣本 那我 我現在balance accuracy 是我其實是正向的權重 跟負向的我都看嘛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樣讓我的 我要怎麼樣 模擬那個前進 就是我每次抽bench上來的時候 我都抽50%的正樣本 50%的負樣本 就算本來只有10個樣本 是正樣本 無所謂 我就是要抽 我每一次bench 30個 我就是要抽15個上來 這樣懂我意思了吧 所以改法很簡單 我們先複製貼上 然後帶你們看一下 差別在哪裡 好差別在這裡 首先第一個 我們每次在做bench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抽bench上來的時候 oversampling 我們先做oversampling 就是我們先把positive的位置把它找出來 並且把negative的位置把它找出來 這個我們只抽y等於1的 然後把它抽bench size除以2的樣本出來 所以這邊就很 你可以這麼想嘛 這個y等於1的是不是很少 所以他們就很容易被抽中 y等於0的是不是很多 他是不是就比較不容易被抽中 然後我們把idx等於他們兩個加起來 所以有oversampling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先抽正再抽負 然後這兩個一樣多嘛 然後再把它合起來 然後再把這個idx往下傳 那如果沒有oversampling的時候 如果oversampling可能false的時候 我們就 就是用正常的抽樣方法 好然後接著我們把那個敏感 就是我們把那個指標 把accuracy 改成這個敏感度跟特異度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敏感度跟特異度 我們在這裡把它改掉了 我們本來是直接算accuracy 現在把它改成先算 先算敏感度再算特異度 這個是敏感度 這個是特異度 然後把它們兩個平均起來 除以二 所以說 這個function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改很多地方了 有了這個function之後 這個function為什麼不給我 我先把它取消掉好了 這個function有了以後 我們再來做一個實驗吧 好這個是沒有oversampling的結果 0.3次我們剛剛試出來覺得不錯的數字嘛對不對 好我們來做一下沒有oversampling的狀況下 它的 準確度是多少 好 明的 Balance accuracy 68% Testing accuracy 65% 注意中間是 紅的 對吧 它中間的藍點它都當作沒看到了 因為 這個反正幾乎沒看到它 好那我們只做一件事吧 Oversampling感觸 這個oversampling感觸 對應於原始的程式碼 應該可以理解 那不是一個很難的技術嘛對不對 對不對 再做一次 提升了 注意到了 而且中間變藍了 為什麼 因為它對於 它來講每一個藍色都很重 它藍色不能分錯 這樣懂意思嗎 那如果你去看它的predict list 好這個這邊我沒有列出來 讓我們看這裡 好我們來看這裡好了 predict list 這個是一堆機率是不是 好那我們 那我們需要用到這串程式碼 把它做cross table 你會發現 雖然它多猜錯了很多這個 其實從準確率的角度來講 它準確率變低了 有注意到 因為剛剛其實錯了十幾個 對不對 現在錯了 現在錯了36個 但是問題這個結果對我們比較重要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 它才真的有預測能力啊 對不對 你不能說 全部都猜 negative樣本 這樣叫有預測能力啊 它準確度很高沒錯啊 這不叫有預測能力啊 這才叫有預測能力啊 這才叫有預測能力啊 有一點敏感度 有一點特異度 這樣子 所以它用了 百分之一小部分的特異度為代價 然後把敏感度提升到超過60% 這樣可以理解齁 好 所以oversimply還是有用的 好 所以 呃 你還有想到其他方法 可以解決內別不平衡的準確性嗎 除了oversimply 就是我每次在抽bench上來的時候 我做一些改變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 好 其實還有非常多方法 這個 這裡應該是講過完了 我們之後的課程 動不動就會遇到內別不平衡的問題 尤其在物件識別的時候 大概11克12克那附近 到時候 到時候我們就會看看 那些人怎麼處理這個 內別不平衡的方法 就 但是oversimply是個好方式啊 對不對 因為它簡單嘛 對不對 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好 我們來隱身討論一下好了 就是如果你有一點統計底子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剛剛我們是用0.5來做最佳切點 它不見得是最好的 那你事實上你可以使用ROC曲線 來判斷最佳切點的位置在哪裡 這個是剛剛我們做ROC曲線 這個曲線你可以找到 這個地方敏感度跟 這個點看起來 敏感度跟特異度加起來會最大的 對不對 這個點看起來會最大 這個圖會看吧 就是你這樣畫線這樣畫下來 畫到最接近這個點 應該就是敏感度跟特異度加起來最大的 好 這個點是多少 其實把切點定在0.65會更好 你會發現如果你把切點定在0.65 你看它的這個 32直接少少掉一大堆 然後這裡4跟9 它完全沒有付出代價 它的敏感度完全沒有付出代價 它的這個就提升了 所以說其實我們整個演算的過程 改進空間還很大 我們不見得要用0.5當做切點的樣子 所以類別不平衡的解決方案其實非常多 這個問題叫class imbalance problem 那有興趣的同學就點這個連結 就可以看到一大堆 解決方案 這個也是一大堆 哇這個 我們就不一點點代名讀了 OK喔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衍生討論 那資料擴增 這件事情 我們剛剛學到兩件事 第一個是 簡單講就是 但是data在進入bench之前 我們要做一些處理 可以加雜訊 對吧 可是 其實加雜訊 不是只有隨機加點數字 這麼簡單的雜訊 對不對 我們最近這個 我們最近的這個人工智慧突破 主要是影像辨識上的突破 對不對 這個就是這個 Hinton 他在2012年 在影像識別的這個競賽中奪冠 那其實在他的論文 他的論文是這個 Image net classification with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這篇論文啊 裡面有一狗票的資料擴增方法 包括什麼 包括什麼 他其實因為他圖像的辨識 他可以做隨機的旋轉 剪裁 剪裁就是我隨便 只看這個部分 你其實你把狗 你只看狗頭 老實講你也看得出來 那是隻狗 好 然後旋轉 然後縮放 揮畫 揮畫 你可以把它就是 然後它原本是彩圖 變成灰圖啊 對不對 然後ZCA白畫 這個很難懂啊 但無所謂 那事實上你可以使用 OpenImage R 這個是 這個之後我們在上影像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把我們的 我們現在當然做影像還不太會做啊 那之後我們會介紹那個預測函數 是可以讓影像做 input 到時候我們會再做一些資料擴增這樣 OpenImage R 可以協助我們做這個 這是一個R的套欠 它來協助我們做影像的這個 就是變換這樣子 具體來說這本來是一個影像 然後它可以把彩圖變成灰圖 把它隨機的Cruple 就是隨機的剪裁 翻轉 旋轉 看到了嗎 然後 這個做這個 邊界偵測 這個就是所謂的ZCA白畫 它這個圖都換 但是你還看得出來它是這隻花嗎 對吧 彩度的這個增加 對比的這些強化這樣子 好所以說 其實 這個影像的部分 我們還可以做很多 Data Augmentation 那影像的部分做Data Augmentation 你只要抓住個原則就好 Argumentation之後 你只能有辦法去辨認它 比如說狗 你在怎麼剪裁 就算我只給我看一隻狗耳朵 加一隻眼睛 我覺得我都猜得出它是這隻花 所以你Cruple就可以隨便用Cruple 這樣可以了解 好 好 好 所以 學到剛剛上面兩個技巧 我們今天學了哪些東西 第一個是多類別嘛 第二個是資料擴增 好 但是遠遠還沒有結束啊 我們現在 要避免過度擬合 資料擴增這樣的手段 這種實在是太不數學了 這是統計學家沒有辦法總整 統計學家喜歡用數學解決的問題 那我們來想一下 統計學家他用什麼方法來解決 他解決方法叫正則化 這個詞齁 你有聽過嗎 你有聽過嗎 沒有齁 好 正則化英文叫 regalization 它是一個特殊的統計數語 意思是什麼 引入一些額外的信息 防止過年發生 這個 這個等一下齁 這個turn實在是太奇妙了 對不對 而且 所以我們來好好解釋一下 我們當然是學新東西吧 因為正常人都沒有學過 好 好 就是這個正則化是統計的時候 我們常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 假設你的變數很多個案很少 但是你又想做 Rose Regulation 這個時候就是不能做 但如果有regalization的話呢 它就可以做了 這個其實跟我們用100個隱藏層的MLP 遇到代解懸通過多的問題是差不多的 就是變數太多 代解參數太多 讓個案太少了 我們現在也是遇到這個問題 那統計常用的正則化技術分成兩類 第一種叫L1的正則化 第二種L2的正則化 那什麼叫L1 什麼叫L2 等一下我們看了好不好 L1的正則化 它其實它用L1正則化做的Regression 就知道 靠鎖回歸 Loud Store Regression 用L2正則化做的Regression 就知道 幾回歸 Reach Regression 所以以後看到 假設你們看到回歸前沒有加這種 奇怪的名詞 其實不要太害怕 因為等一下你們就會發現 L1正則化跟L2正則化 一點都不能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好 講了一大堆統計名詞 就覺得很嚇人 對不對 但其實我們把他的數學事先寫出來 他其實就是想胡弄人而已 我覺得那個 其實那些統計的特定老實講 有一些其實蠻胡弄的 對不對 為什麼L1正則化L2正則化 你講L1正則化L2正則化 就已經一堆人搞不懂了 為什麼要把L1正則化講成套所回歸 把L2正則化講成幾回歸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它是怎麼寫 它其實是這樣子 我們以現金回歸為例 這是現金回歸的預測函數 對吧 我們要解的時候其實就是解這個 L1正則化 就是對L2正則化 就是對L2正則化 預測函數不動 注意 預測函數是不動 我們對L2正則化 增加一項 本來是長這樣 現在變成這一項以外 我們再加上一個這個 這個浪打 你可以把它想成跟學習率差不多 就是一個比例 就是我要對它的懲罰多重 這是一個額外的Loss 對不對 好 注意哦 Beta1的絕對值 加上Beta2的絕對值 Beta0的絕對值 加Beta1的絕對值 這個數字鐵定是一個正數 對不對 所以對 假設我要把整個Loss對角化 最好的狀況下 是Beta0等於0 Beta1也等於0 對吧 可是Beta1等於0 Beta0也等於0 他們絕對 這邊絕對不好 對不對 這邊要好的話 這邊鐵定要做一些改變 對不對 但是加入了這一項有什麼好處 這個Beta0跟Beta1 他雖然還是盡可能的去 預測 預測這個YHART 讓YHART準 但是他就不能離零太遠 他如果離零太遠的話 整個Loss還是會很大 這樣可以理解 加入這一項 我們沒有改預測試 我們只有改這一項 加入這一項的好處 那這個權重的大小 就是去 就是去限制說 你不能離零太遠 那個限制有多大 你如果這個權重很大 只要這個權重100萬好了 那他只要離零一點點 會被懲罰得很嚴重 最後他就乾脆放棄這邊好了 他不要優化這裡 他這邊都保持零好 這邊可以理解齁 所以這個權重就是 反正這就是一個懲罰權重 那這個 所以之後優化的時候 我們就要考慮到這個部分 那L2呢 L2就是 注意喔 一樣也是浪打 這邊有個二分支 這個二分支不管 等一下就會約分約掉 跟這個前面的二分支差不多 重點是 本來是絕對值 絕對值就是L1 平方就是L2 好那今天如果代解參數 除了Beta0 Beta1還有Beta3 Beta2 Beta3 就是一直加上去 這邊也是一直加上去 所以 聽起來很玄嘛 實際上就是改Lost function 看起來不難了吧 改Lost function要付出什麼代價 欸 我們要求T2的時候 要解導函數的時候 除了求這個部分 還要求這個部分 這就是我們改Lost function的代價嘛 對不對 好 好 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他數學上的意義 他其實就是對 這些參數作個約束 不要讓他離零太遠 這樣子可以理解好 好 那 你可以考慮一下他的物語意義 就權重為零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他不重要 代表 他就是 他成於零代表他沒有意義嘛 對不對 所以說 如果你使用正則化系數的話 他會讓MLP裡面 很多神經元的連結成功都變零 為什麼 因為他不能離零太遠 他只能有少數的東西變超過零嘛 對不對 不然他整體的Lost會太大 所以說 零代表意義沒有連結 代表那個神經訊號沒有傳進來 這樣 所以說 你可以把MLP當作是一個稀疏連結 這其實跟 這個正則化之後的MLP 當作是一個稀疏連結的MLP 稀疏連結這跟我們大腦應該比較像 大家注意一下 在我們之前的MLP 是不是上一層的所有神經元 都會接到下一層的所有神經元 可是我們大腦的神經元不是這樣接的 我們每一個神經元通常都接四五個神經而已 他通常不會前面所有的東西都接啊 這訊話太複雜 所以其實如果加入了正則化這個技術化 然後把這個Beta0 就是把他的權重約束得很接近0 這其實就很像大 又更像大 這個技術其實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引入 下一步就是我們要求微分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看求微分怎麼求好了 你是不是聽起來很害怕 還好是不是 真的還好嗎 不過你會發現他其實一點都不難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你會發現 我們對整個市求微分 那就是對整個Loss求微分嘛 對 那對整個Loss求微分 這個部分 微分是可以加的嘛 對不對 可以嘛 這個部分的微分我們已經求過了嘛 就掌握這負責性嘛 那對這個部分求Beta0的微分耶 那這個Beta也不用了 那 這2要拉下來對不對 2拉下來之後是不是跟2消掉 那是不是就浪打Beta0 喔 所以Beta0的導函數就變成原來這一大串 原來這邊完全不動啊 加上浪打Beta0 原來這邊完全不動啊 加上浪打Beta0 這太簡單了 你懂我意思嗎 也換我換個講法 也就是說 這個正則化這個技術啊 其實並不會改變我們本來LossFunction的結構 只是啊 我們再加上浪打參與Beta0 欸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T度是我們每次都要減掉的數字嘛 所以我們除了減掉本來的邪率之外 我們還要再減掉浪打參與Beta0 Beta0就是本來自己本身嘛 所以他本來是1的時候 欸不要 他本來是100 那我們這個浪打假設是0.1 那他是不是每次要衰減10%回來 那本來是1嘛 我每次就有個衰減回來的係數 這樣可以理解 因為他在求T度的時候 就 他還是要減掉這個部分嘛 所以他就算這裡完全不動 他這裡完全不動 他固定就是要減掉一些數字 所以這個東西就要衰 這個東西有沒有感覺是權重的衰減的感覺 就是 我這邊就算 完全沒有邪率了 我還是固定要衰減一些數字下來 這樣子 最後是要減的 T度是要減掉的 整個T度是要減的嘛 這樣可以理解 好 所以如果我們使用 這是L2 Regulation 求出來的這個結果 對不對 那他最後導函數 偏導函數的結果就會展成這樣 那這個樣子就很像衰減的感覺 對不對 所以這個浪打 經常被人家稱為權重衰減技術 所以你聽到有人 如果說 我在求解這個 係數的時候 我引入權重衰減的係數 那其實就是用L2症的話 這兩個東西一樣的 很明顯 當浪打等於很大很大的時候 這個東西因為他每次都會被減掉 浪打等於1的時候 他不就是每次都把自己減掉 他就永遠離不開0 那所以浪打如果比較大的時候 很大的時候權重就很難離開0 所以這個浪打又是一個可以調整的參數 對不對 那我們只要 我們要調個大概的數字就好 讓他不要離0太遠 對不對 那我們繼續 那我們把正值的話 記錄 這個又要你做 但是這個部分其實不會很難 這個式子 你可能 看起來不是很懂 但是其實就是跟剛剛一樣 就是 我在算Loss的時候 因為我們只改Loss L2正值的話是一個只改Loss的技術 我們不會改預測方法 Loss 除了自己 那個 Close entropy本身以外 還要加上L2的regulation L2的regulation L2的regulation就是 它要怎麼微分呢 它的原始是什麼呢 就是2分之浪打 乘上 這個 這個 這個符號其實是距離 向量的距離 這是矩陣 矩陣也可以算距離 距離 距離 那事實上就是每一個都平方 平方合啊 這實際上就是平方合的意思啊 就是裡面每一項的平方合嘛 那這不是跟我們剛剛的 β1的平方加β2的平方 加一直點點點下去很像嗎 這個就是W1所有的平方合這樣子 所以 那如果你把T度寫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這件事 對於Gradient的O來講 它的T度是沒有改變的 它的T度還是一樣 為什麼 因為對於Gradient的O來講 O跟後面這一項無關嘛 對不對 它不用對這邊微分 所以它只要對這裡微分就好 那對於L2微分呢 它其實 它也跟這裡後面無關嘛 對不對 只有你在算W的時候 只有Gradient的W需要管後面這一串 好 那就變成 前面這一串 這就是以前的部分嘛 加上 浪打乘以W2 這個浪打乘以W2 這跟前面一模一樣嘛 對不對 那一樣 在這裡 就是在加上這個 所以它的微分過程 完全 對於大部分的 過程來講 完全沒有改變 就是 在算W的T度的時候 要加上 浪打乘以W 自己本身 好 那有了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們把練習二的答案 的程式馬 引入L2的recognition技術 我們就Base on剛剛改好了 那 並且 我們再做一下 把這個 浪打加進來之後 會不會讓我們的準確度會提升這樣子 避免過度離合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改 應該蠻容易想像的 改法很簡單 我們就 我們這邊其實就是增加一個參數 就是WD WD在哪裡 WD在這裡 就是Oversampling之後再加一個 WD 我們直接複製下來好了 不過我還建議就是回家的時候可以就是 就是 一行行看這樣子 你真的會一行行看嗎 你們真的會一行行看嗎 有啊 會啊 真的會一行行看喔 好好好加油加油加油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要改什麼樣子 改的地方只有這裡 好 WD加進來了嘛 對不對 一行行看 好 那 要這裡全部都打完 你才會一行行看 跑出來 好 來來來 這個WD加進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它加在哪裡 其實就是加在 我們在算 這個 呃 我們這裡 這裡都是原來的嘛 就Gradient 這裡我們也沒改了 就Gradient W都是一樣的 只是我們在計算這個 W的梯度的時候 我們來看跟WD有關的地方在哪裡 這樣就有感覺 也就是我們在計算這個Loss 我們在計算Loss的時候 把W放進來 這個無所謂啦 這個不重要對不對 下一個勒 在計算W的 在更新W的時候 除了減上本來自己的東西之外 再減上WD乘以自己 這樣呢 WD乘以自己 這樣 你就多加這一項而已 你把這一項拿掉 或者你把WD定為0 那就完全沒有改變 這樣可以理解 好 所以這個式子其實沒有什麼改變 這個有改變的地方 我都highlight起來了 就是答案這邊都highlight起來了 好 我再把它執行一次 好 那我們來做實驗吧 這個實驗我們這裡就用這筆資料 好 我們做個實驗 好 然後我們做實驗的程式碼 在後面 好 我們來看喔 這個程式碼是 沒有augmentation 沒有oversampling 沒有WD 不過我們這個是類別平衡的 所以oversampling版就不用用了 好 就是沒有augmentation 也沒有L2正則化 看一下效果 欸 training accuracy 百分之百 我們這邊還是BA BA就無所謂 反正 當類別平衡的時候 balance accuracy 跟accuracy 差不多了 Testing accuracy 很低 這不好 為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它切割邊界切割的 非常精緻 這不好 這不是我們想要的 這是單純使用augmentation的結果 也就是我們把 我們前面都不改 就是把SD augmentation這邊改0.3 0.3 0.3之後我們剛剛試出來一個比較好的數字 對吧 欸有沒有注意到比較糊了 欸可是 balance accuracy好像反下降 可能不太好 對不對 對不對 剛剛上一版是多少 上一版是0.69 下一版是0.66 那我們單純使用L2 regrination 好不好 單純使用L2 就是SD.0 然後這個 WD.0 這邊改0 然後這邊改成 這個就是 10的-4次方 大概是萬分之一 然後我們再做一次 欸欸 怎麼不太好啊 我是不是給的全中 喔 OK 那個太小了 給的懲罰太小了 我們給成 0.3 好了 再做一次 這個幾乎等於沒有懲罰吧 有沒有感覺有點懲罰的感覺 欸 欸 Testing accuracy好像還不錯喔 好像還不錯喔 好像還不錯喔 對不對 同時使用咧 這邊改0.3嘛 對不對 還不錯啦 可是 training accuracy下降 代表這個是虛高啊 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其實並不是用越多越好 這樣子 但是 所以這個需要做實驗 但是 到了這裡 你應該發現 即使我們給了這麼多神經元 我們給了100個神經元 它 畫出來的一樣是很rough的 對吧 所以其實 其實這個augmentation 其實是 augmentation加上L2這個的話 其實是真的可以協助我們 我們不用再管到底要多少神經元 我們只要 制定一個合適的程度就好 畢竟以後結構會變得很複雜啊 對不對 還有層的關係啊 這邊改不完嘛 那這裡畢竟我們就兩個數字來試而已 對不對 好 然後這裡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 你覺得過度擬合好像有一狗票的方法可以解決 告訴你 還有一個方法 而且這個方法最重要 你今天要教最後一個方法 最後一個方法 你會發現這個事情 就是你講半天 你會發現 augmentation需要人家發明嗎 不需要吧 這是所有人都想出來 對吧 L2政治的話 這是20世紀的東西 人工智慧是一個多麼先進的技術啊 我們老是在講20世紀的統計技術 你會不會覺得了無心意啊 有一點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回到2012年好了 當這個 Hinton這個團隊奪冠的時候 前面我們用的那些方法 絕對不會只有Hinton知道吧 這是老方法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講個Hinton最重要的突破好了 我們Hinton 這篇PayPal好像突破蠻多的 你有沒有聽到 一直在講他欸 ILU也在講他 對不對 剛剛Argumentation的時候好像有講到他 總是同一篇 總是同一篇啊 難怪會被引用兩三萬次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來看看 他其實老實講 這一篇PayPal核心 其實核心技術 都不是我們之前講的 Radio 那也是別人發明的 對不對 Argumentation 他的影像 Argumentation做得再好 我相信一定會有人比他更好 其實我們來講他的核心技術 他的核心技術叫Dropout 這個中文翻譯是什麼 我還不知道 好 沒有關係 其實他的成功背景 其實是這個Dropout 這是一個防止過度擬合的技術 來你要考慮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 你應該發明的 從第二節課開始 我們不斷的圍繞這邊PayPal講故事 對不對 他成功當然除了使用GPU來運算以外 還有 使用ILU做飛行性轉換函數 Argumentation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Dropout 我們等一下來好好講一下Dropout到底 而且 他簡單粗暴又有效 簡單意思就是 我們很容易可以加在我們的程式碼裡面 那 這個就是簡單粗暴 有效 他就是真的很有效 那是idea真的不錯 這樣 好 那我們來了解 稍微了解一下那個時代背景 就是如果我們不考慮計算能力 只關注的統計問題 整個NXNet就是他們提出的這個神經管律 代解參數總共6200萬 ImageNet你已經覺得很大了 他的資料庫很大 他也只有120萬的數據量 所以他還是要用很多 他的過渡你的問題一定非常嚴重 所以 L2正則的話 他會不會用?會 一定會用 資料庫徵會不會用? 還是會用 但是這些都不足以解決問題 我們來看他發展的這個Dropout到底是 這都很有創意 好 這個是主機器呢 他的邏輯是這樣 我們以前在訓練網路的時候 我們每次都這樣訓練 對不對 這是一個完整的神經網路 每一個神經人互相接馬 我們能不能每次訓練的時候 都忽略一些神經人訊息 這樣子 結果 我們每次都只用一些神經人去訓練 左邊到右邊看得懂 這個示意圖看得懂 就是我們每次乘上去的時候 我們故意忽略 就是故意把兩個權重當零 然後只看剩下的 然後再隨機的只抽一些東西上去 只抽一些東西 這個東西很像什麼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假設一間教室裡面 坐著無數的學生 就是每個學生就是一個神經人 那考試券是出給所有學生 一起做的 就是我們一次是給網路做的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一定可以想像 有一些很用功的學生 就覺得這一顆 這一顆 這一顆 他們很快的學會 那剩下就開始打爛 對不對 可以理解 那 反正就 反正就答對了 我甚至 我剩下就隨便 給個數字就好 對不對 好 如果加入dropout的機制 那 好學生 總是會被抽走 那就是被迫 因為所有人都有機會被抽走 所以所有的學生 為了要保證大家都有糖吃 所以他就自己一定要會 所以dropout可以刺激每個學生 都學習到 這個 就是真的有一些貢獻這樣 好 那我看怎麼做 這個做法 數學上的定義其實也不剩 就是我們每次抽一些樣本出來 如果抽到了 就把它變成0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變0 它就等於沒用了 那如果沒抽到呢 沒抽到不是就 直接輸出本來的數字 因為我既然抽到 你可以 這個第一批是一個參數 是一個0到1的數字 這個就是我要抽百分之幾的 神經元把它丟掉 我如果抽了百分之五十的神經元丟掉 我剩下的數字應該乘於兩倍 不然的話 對於我神經 我後面接收到神經的訊號 它可能會太弱 你懂我意思嗎 我本來有100個神經元輸入 我現在只輸入50個神經元 那我就要把原來訊號量乘於兩倍嘛 不然的話 對它來講這個 這個訊號會不夠強 這樣子 所以說 對於有抽到的神經元來講 我就直接把它消掉 對於沒有抽到的來講 我就是它自己本身 除以一減掉 dp 就是除以一個 dp假設是0.5的話 它就除以0.5就是兩倍 對不對 dp假設是0.95 也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數字 我幾乎大部分都捨去了 它就是除以0.05 那就乘以20倍 對不對 所以 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 保留的神經元來講 我就要再給它一個系數這樣子 那對這個東西 微分 是不是跟對RLU 微分非常像 很像吧 所以它的編導函數也很類似 就是把X換成1 0就是0 不管 那有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一個Layer 這樣懂我意思嗎 看起來看起來好像沒有那麼高級 概念很複雜 但寫成這個樣子好像就不高級 為什麼 因為你就可以綁L 你做完之後 你要進RLU之前 你可以先做Drop out 這就變成一個很像RLU的 一個轉換橫數 對吧 Drop out 這個推導是沒有 不包括正則畫像 然後正則畫像好像也不用特別推導 反正它好像隨差即用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導函數 那導函數也很簡單 就是 就是 我就是 這跟RLU的導函數 差不了多少 你知道吧 這個意思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懂的意思嗎 這個RLU的導函數差不多 所以這個 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試著用練習3的答案 這是練習題 這是練習題 練習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把Drop out 把它引入本來的這個 就是 本來RLU的方形裡面 那我們要怎麼做咧 我們來改一下那個函數 我們來看答案 好不好 這個我們先把答案貼起來 今天你說課很多嘛 對不對 其實也還好 對不對 因為都在看示範 好 來看 改在哪裡 注意喔 改的部分有被這個highlight起來喔 所以 可以 就是可以再仔細看 改在哪裡 第一個 我們現在多了一個Drop out function 對不對 本來只有RLU 現在多了Drop out function 那Drop out function是什麼 就是 抽個DP上來 然後 把這個 一部分的神經元把它抽起來 然後變成0 這樣可以 剩下就是 然後 接著剩下的我必須要乘以1.TP 我要輸出去 那0乘以1.TP 還是0 所以你就可以全部一起乘就好了 這樣可以 好 接著 它的導環數咧 它的導環數變成 就是 就是你需要這個 你需要知道哪些被抽起來是0 對不對 被抽起來的 被抽起來就等於0 剩下就等於1 然後回去 這樣 這個DP的function 這個很簡單 L的function在這裡啦 就是我要把這個 1除以DP回去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那這個DP function 它是上一層的 其實在這裡 這個DP function是這裡 對於這一層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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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理解 對於這一層來講 那 所以說它就是ILU的這個 它是用ILU的導環數 在這裡 它用ILU的導環數 然後 對於L的 那個gradient 它才是用DP的導環數 這樣 DP的導環數在這裡 DP等於DP 喔DP等於DP 就是DP是一個0到1的數字 我要用的時候 我總要去指定一個DP這個數字 這個DP 我在裡面還要繼續用 這是一個內部的函數 這樣子 沒有這不是隨機 這是我指定 但是我指定了以後 它抽多少比起來 我才知道它要乘多少個的函數 好 然後接著 我在算T2的時候 我就是多了一個DP的Loss 那個T2 為什麼 因為這裡 這裡我還是要求DP的T2 這個玩意是多了一個Layer 這樣可以理解 然後在球的時候就是 把這個部分再改掉 把這個部分再改掉 這個是在球 正向球的過程 就是我要求DP這樣 然後我在反向傳播的時候 我要求 DT的gradient 然後把DP的gradient L的gradient 一直求下來 好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做完 為什麼又 為什麼他媽的又給我 這個 再一次sauce OK 那我們來做個實驗吧 這是Bestline的實驗結果 Bestline的實驗結果就是 不給 Argumentation 不給 Oversampling 不給WD 不給DP 好這樣可以吧 這個是Bestline的實驗結果 跟剛剛一模一樣 因為完全沒有改變嘛 那個DP 我現在設0啊 他當然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改變嘛 那我們來做一件事啊 我們 因為剛剛 那個 Argumentation好像有點問題 我們只做WD 好不好 WD我們設0.01 這邊實驗設0.01 對不對 這邊數字其實都可以隨便改 好不好 我只是隨便弄個數字 喔有上昇 而且畫比較模糊的對吧 0.01管 是一個足夠的 Drop out 單純只用Drop out WD變0 Drop out變0.5 你握一下 F1 效果不錯吧 他是畫弧啊 弧線 欸0.77耶 滿高的 對不對 本來只有0.72 Drove out 蠻屌的 這是同時使用的結果 同時使用WD跟Drove out 雖然這個有點虛高 但是真的是很好用 Drove out 真的很好用 只要有Drove out 它畫出來就是一個 比較rough的邊界 這樣有注意到它的威力嗎 但是它當然有了一些代價 有沒有注意到它的Loss很大 為什麼波動很大 因為它每次都會抽到不同的神經源 它的那個網路等於一直在改變 一直在改變它的心態 這個Drove out 是不是還蠻神奇的 所以說其實 就是Drove out 為什麼這個Hinton他們會成功 其實就是Drove out做的 那Drove out給了我們什麼啟示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Drove out 這個東西它其實 對於我們網路架構來講 其實沒有改什麼東西 它其實就是非線性轉換函數 所以之後我們在改我們的預測函數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設計一個 我們把這東西叫一個Layer 我們可以設計一個Layer 然後把它插進去 這樣就可以直接用了 而且不會改到主結構 然後我們那個Layer 我們只要定義好它的 Function是什麼 它的導函數是什麼 它馬上就可以用了 只要是一個可為分的Layer 它就可以直接插到我們的 預測函數裡面 它就可以直接用 所以這個看起來好像 蠻簡單的吧 而且這是一個喜事 不過更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這個 2012年的時候 這個Drove out 它當然是蠻厲害的 蠻好用的 可以避免波動 但是它其實在2012年 那個時代的時候 大家大量 就是大家為什麼用它 Intent取得很好的成功呢 主要是因為它的代解參數 6200萬個 那其實從現在的眼光來看 它其實是 它其實是很沒有效率的 這麼一個八成深的網路 就設計了 6000多樣的參數了 那注意一件事情 現在那種動輒上百成深的網路 透過一些精美的設計 這個我們看 這八課的時候會好好講 我們去設計網路的結構 100成深的網路 搞不好都不到 5000萬個參數 你怎麼八成深的網路 就6000多萬個參數了 其實是因為它有很多 你當認識 之後我們會再 好好做一些改變這樣子 好 那這個 我們來做一些結語好了 我們先上課上網 就是三大理論問題是 過度擬合 記錄像是全動數實化 過度擬合問題 我們似乎已經跟上 2012年時代 我們學到了最新的科技了 對不對 而且發現網路需要訓練的準 那鐵巾需要大量參數實驗 為什麼 你看我們剛剛引入了多少東西 augmentation 對吧 甚至的話 這個數字也要4吧 然後dropout的機率也要4吧 對不對 那所以說 其實我們需要大量參數實驗 才有辦法找到一組最佳的參數 讓自己的模型在測試其中的組織性較高 當然 當然我們學到了一些 技巧 就是我們模型擴展學到一些技巧 就是我們可以 就是 這是softmax 這是softmax 這邊在講softmax 不過當然還是有點難 對不對 因為這個 就是要看過人家怎麼解 對不對 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 我們盡可能在上課的過程中 盡量學說 之前有多少 就是predict function可以抄 這樣子 那之後我們比較容易這個 我們就學起來用就對了 好 隨著第四節課的推導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就只要你熟練的使用連鎖率 這樣我們可以任意疊加 可為分的層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 預測函數變得很複雜 就是我們可以把 重新網路變得很複雜 這樣可以了解嗎 其實就是用連鎖率 就可以解決這件事情 所以說 現在深入學習的開發組 都是透過一個框架或平台 像我們今天上課都是自己寫那個 預測函數對不對 這其實太複雜了 對吧 那我還要自己解為分 多麻煩 所以說其實之後 從第五節課開始 然後像第四節課以前 我們對大家看我寫程式 如果覺得很難 學不會 就算了 因為跟你以後也沒有關係 可是從第五節課開始就不行了 第五節課開始 我們就要利用框架或平台 這個第五節課開始 你會發現寫出一個神經網路不會很難 那我們要好好學習那個寫函數的這個過程 那我們可以指定 我們就 因為微分的過程 就求解的過程 我們可以丟給程式地區做 可是指定預測函數要怎麼去指定 這個過程你要總要自己指定 對不對 好 所以之後我們要 我們可以利用一些框架平台 在R裡面你可以把想說套件 用package 就可以幫你利用連鎖率解為分 那你只要去指定一個預測函數就可以解決 好不好 那所以說 到時候 我們遇到一個新的函數 那 我們就是反正 我們只要能夠解出這個 該函數的偏導函數 你就能夠運動到自己的模型 當然可以了 好 所以到目前為止 其實 其實老實講 我們雖然學了很多理論上的東西 但是你應該還是會有困擾 就是 這個基本的東西學了也沒什麼用 因為你現在學到了頂多就是一個肥腺機率特性 他就是能夠自動的做特徵工程 對不對 但是痛苦的過程已經到了段落了 之後 我們其實已經把數學的部分都學得差不多 之後我們就是 帶入這個實物的例子 然後 盡可能就是 假設說影像 我們在第六節課的時候就會講影像 影像怎麼做影像的這個預測函數 那我們就可以 那經過這樣實物的練習之後 我們就可以輕手打造一個深度神經網路 好不好 那 上到這裡有什麼問題 很大的問題 很大的問題 那怎麼辦 怎麼辦 你想要怎麼解決 就努力是不是 好吧 好吧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好不好 很大的問題 再努力了 我們再努力一下 那今天就上到這裡 再努力一下 好 很快 直接按摩 快 ещ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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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